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变动成本法在短期经营决策里面的一个应用 我们在讲具体应用之前 我们看一看 按照变动成本计算方法 这个产品成本的构成 我们把它再熟悉一下 其实我们前面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说在变动成本法下 这个成本 那我们说了 这个生产成本就是我们通常所说制造成本都可以 这个有的时候翻译不一样 你说制造成本或生产成本都可以 那就是把它分为有变动的和固定的 同样道理 我们那个非生产成本 或者叫做非制造成本 我们也把它分为有变动的和固定的 就把它剔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如果按照变动成本法来计算产品成本的话 那你要注意 我们这时候的产品成本的构成 只包括什么 包括材料 包括真正工 还有变动制造费用 那你注意 这三项都属于制造成本范畴 而且都是变动的制造成本 或者叫变动的生产成本 对吧 那你就会发现 还有另外一块呢 那个固定的生产成本呢 那我们说了 固定的生产成本和那些非生产成本 我们怎么样 就全部放到期间成本里面去了 那这能明白了吧 所以说呢 在变动成本法下 那个期间成本应该包什么呀 那个期间成本就应该包括 非生产成本 然后再加上固定生产成本 属于期间成本的范畴 别把口径都错了啊 那么如果说你采用的是 完整成本法呢 那完整成本法的话 就意味着你产品成本的构成 应该是全部的生产成本 那一说全部生产成本的话 就包括职业材料 职业成功 还有制造费用 那制造费用里面就意味着 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变动的和固定的 那就说你即使说 采用的是完整成本法 你一定要注意 它的成本也是生产成本的范畴 那就说你不管在变动成本法下 还是在完整成本法下 一定注意 非生产成本 都不属于产品成本的过程范围 我们有些同学学的时候啊 总是欠那么点火号 你说完整成本法 是不是也得把那个非生产成本放进来了 那不完全呢 你理解错了 我们这里面讲的 完全成本或者变动成本 一定要注意 对应的产品成本概念 产品成本概念 一定注意 它肯定是生产成本 或者说肯定是制造成本的范畴 那就意味着 你非生产成本 肯定不在产品成本里面 然后简介说了 那如果说我这是变动成本法呢 那你说这变动成本法下边是哪些生产成本呢 那对应的肯定就是变动生产成本呗 那变动生产成本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呗 那同样 那如果说我这块产品是完全成本法呢 没关系啊 那完全成本法就意味着 对应的就是完全生产成本呗 或者叫全部生产成本呗 那什么 职业材料 职业人工和全部制造费用 这不就OK了吗 所以说肯定都是在生产成本之下在区分 那个非生产成本就不在其中 明白了啊 这个我们学历能用的时候 一定把它学透亮了 是吧 我们有太多的考试就是学的不透亮 就很容易出错 很容易出错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动成本法呢 在短期经营决策里面的具体应用吧 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是讲三种决策类型 首先一个 这个是否接受这个追加的订单呢 你比如说啊 现在有一个顾客 要给我们这个提出来 有个特殊订单要求 看我们能不能满足他 那我们就分一下吧 如果说采用的是完全成本法的话 对方这个给我们提出来了啊 这个订单的报价多少呢 比如说订单的报价 比如说每件是100块钱 而我们要生产这产品的话 比如说每件的成本多少呢 比如说每件的成本是120块钱 这120块钱里面 比如说告诉你了 其中80块钱是这个变动的成本 另外的40块钱 是固定的一个 这个制造费用 加在一起120是吧 那我们说呢 如果采用完全成本法的话 你会发现 对方给我们的报价100 低于120 所以说怎么样 比不起我不接受 这就是完全成本法 那么在变动成本法下 这个订单我该不该接受呢 如果说我们不考虑其他的任何因素 你会发现 我这个订单要接受的话 单价多少呢 我们说单价这块是100是吧 单价100 我们这个产品如果要给生产的话 单位的变动成本多少呢 80 没问题 那就意味着 我在不考虑其他条件情况之下 它的订单的报价 大于这单位变动成本 OK 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可能我们有些东西说了 那那个四十你为啥就不考虑了呢 我们说了 你这个订单你接受与不接受 那个四十都照样发生 跟你的是否接受订单的决策是不相关的 不相关就不用考虑它 好 高兴了 那接下来 他说如果追加订单呢 他说需要追加专属成本 你比如说我要接受订单 我得需要追加 比如说这个相关的专门人员 可能需要追加一个专门的设备 那么这个增加的专门的人员 增加专门的设备 比如说 我把它平均分到每一件里面的话 多少呢 平均分到每件里面的成本 大概有十块钱 如果重新分到每件里面的话 大概分担每件十块钱 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看 你还接受不接受呢 你看 这是一百 这个单元变动成本这块八十 然后再加上你追加过来的 每一件上的专门成本还有十块 你看看一百还大于八十加十呢 是不是 嗯 还没问题 我还可以接受呢 这能理解吧 那再比如说 说我们这个接受订单的时候呢 我们得用这个剩余的生产能力 去生产去 现在告诉你了啊 说这个剩余生产能力啊 我是可以把它怎么样 把它这个转移出去的 可以租出去的 租出去的话 就意味着会有收益 是不是 但是我如果用这个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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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接受订单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租出去的收益就拿不到了 那么租出去的收益拿不到 这就是你接受订单的机会成本 那好了 我们如果要把它租出去的话 我能够获得这个收益 我如果把它平均分到每一件里面去的话 大概多少呢 比如说平均分到每件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15块钱 每件大概分到15块钱 好了 我们总体再一看 那你说我这个定难还接受不接受呢 你会发现 我如果接受的话 这块有100的报价人家给我的 我接受的话每件80变动市场成本 如果接受的话 这块我们专用成本分到每件是10块 如果接受的话 意味着我丧失用潜在收益 分到每件上是15 好了 总体一看 你会发现什么 80加上这个10 这是90是不是 那90的话再加上这个15 你看 105了 这说明这块报价 大于这几个数的合计了 我接受订单 是不划算的 你看 我把几种情况全综合在一起来说 明白了吗 虽然说我们这块的文字描述好像挺复杂 但是把这几个数往这一摆 你会分析就行了 划算不划算 这还能算不明白吗 这账 应该没问题的吧 它能考到这么复杂吗 把这几个都考到 那就说明对我们期望值很高 我老假出这集就意味着 就已经很高了 这个出题人 如果对我们期望过高的话 就可能会这样出 但是一般 我觉得不会对我们期望这么高 所以说我这块整个都和在一起了 你去分析判断就可以了 好了 拿数说明更方便 下面我们来看个题 他说某企业A产品的月生产能力是1万件 目前正常的订货量8000件 销售单价10元 成本构成的给这个表 这些财的职业人工变成造费用 还有固定造费用 一个月是2万 现在有一个客户向企业追加订单 2000件 那就意味着你这块正常订货量8000 这块有生产能力是1万 就说明恰好有剩余生产能力 恰好有剩余生产能力 我可以去满足2000件生产 是吧 然后扣报价多少呢 报价是每件7块 一般来讲的话 这种特殊订单的报价 都会比你正常的这个销售价格怎么样 要低一些吗 人家也知道 你这个剩余生产能力放着也浪费 是不是 你看给我生产点呗 不就这个意思吗 因为你那个剩余生产能力用不用 凡是你固定造飞用都得发生 都在这放上呢 你要多给我们再生产2000件的话 这个固定造飞用不会多发生的 只不过怎么样 只不过这些变动的成本会多发生 不就这意思吗 所以人家很清楚 因此怎么样 这个客户报价要比正常的价格更要低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如果剩余生产能力高退了 无法转移 没有什么其他用途 也不需要追加专用设备 他说在完全成本和变动成本法下 对A产品是否接受地订单 请决策分析 那如果在完全成本法下的话 那我们说了 变动的生产成本 加上单位的固定造飞用合到一起 八块 而对方报价是七块 好吧 对不起 我不接受 不接受 报价 小于一个单位的生产成本 这是完全成本法下的决策分析 那如果说按照变动成本法呢 变动成本法 我只需要考虑什么 我只需要考虑变动的成本就OK了 这些材料之间成功 变动造飞用 那个固定造飞用 你不用管它 因为你接受与不接受 那两万都是照样发生的 跟你这个接受与否的这种角色 没有任何关系 那叫非相关成本 那么既然对方报价呢 报了七块钱 比这个变动的生产成本怎么样 六块高 没问题 我可以接受 那就意味着 我接受订单的话 接受这个订单之后 生产一下 我就有一块钱的编辑贡献 对吧 那就说它会给企业 这个做出贡献的 那么做出贡献的话 就意味着 它就可以进一步的来补偿 一部分的固定造费用吧 要不是你固定造费用 在这放着被浪费嘛 要不是你固定造费用 在这也是照样发生吧 你看 现在怎么样 生产一家 卖一家 补上一块钱 再生产一家 再卖一家 又补上一块钱 当然了 你补上的越多 那相当于给企业创造的收益就越多吧 好 接下来 如果生产生产能力呢 它说出租可以呢 有租金收入 一千元 接受订单的时候呢 它需要追加专用的设备和人员 有两千元 它说在变动成本法下 对于这个A产品 是否应该接受这个追加订单 请确实分析 那我们说呢 首先一个变动生产成本 这个很清楚的吧 这才的职业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 那就比较 只要你生产 这些东西就要发生 生产一件 就是六块钱 变动成本 那我们说 你要想生产这个产品 接受订单的话 那我们说 你把这些 什么这个丧失的租金收入 增加的专门人员 把它分到每一件上去的话 因为你要接受订单 你不是生产两千件吗 分到每件上去 把它算出来 那想念什么 这是你接受订单 所增加的这些相关费用 又拿一块 在变动的生产成本 基础上 再加上我们这一块 和它一起 七块五是吧 那什么意思啊 地方给我报价报多少啊 地方报价报到七块五 但是我要给你生产一件 我核算下来 每件七块五 对不起 我不接受 就不接受 这不就行了吗 那我们说你生产产品到底划算不划算 你还算不清账啊 应该问题是大了 基本思路里清楚就至关重要 这关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亏损产品 是否继续生产的一个角色分析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怎么去分析 怎么去决策呢 如果说我们是按照完全成本法的话 那我们说你这亏损产品怎么样 亏损产品就应该停产了 比如说你这块的这个单价哈 每件呢是一百块钱 这个单位的这个生产成本呢 每件是一百二十块钱 这个单位的生产成本里面呢 比如说 其中八十块钱呢 这是单位的变动的生产成本 另外的四十块钱呢 告诉你这是每件的固定造费用了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一百块钱的单价 我们说是小于这个单位生产成本的 是吧 这不是亏损的吗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 我就应该去停产了 这是按照完全成本法 这个进行决策分析的 那如果在变动成本法下的话呢 这个变动成本法下 我们再进决策分析的话 他说了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之下呢 他说只要是边境贡献大亿零 你就要继续生产 那这时候我们看一看了 你单价这是一百块钱 是不是啊 每件一百 这个单位的变动成本呢 我们说是每件八十对不对啊 那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你这产品虽然是亏损的 但是单价是大于单元变动成本的 那就说没什么 边境贡献大亿零了 那你边境贡献大亿零的话 怎么意思啊 那就说这产品应该是继续生产 因为你生产一件怎么样 它能够为公司做出贡献的 是不是 只不过呢 你每件做出贡献二十块钱 没有完全弥补这四十呗 从而形成亏损 但是毕竟是做了贡献了 所以说这产品就不能停败 那接下来 如果说我们考虑了其他的相关因素 比如说这个剩余的产能呢 我们是可以挪斗他用的啊 这个剩余产能如果挪斗他用的话 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赚取收益是不是 那赚取收益的话 这不就相当于是 你这个亏损产品继续生产的一个 机会成本吧 比如说这剩余产能 我们这个挪斗他用 我们有收益 这收益如果分成到每一件上的话 比如说每件的应该分成通常 那假如说每件应该分成15块钱 这就相当于是机会成本每件15呗 那然后我们再去比较一下 是不是 那就意味着你这块呢 我们说你单价减去单边境成本之后 所得的边境贡献20对吧 怎么样 相当于还是大于这个机会成本吧 100减80是20 20大于15呢 那就是什么 你这个边境贡献还大于这个 剩余产能挪作他用所求的机会成本 是不是 所以怎么样 我们说这个亏损产品怎么样 还是应该既生产更划算 这就是他的一个分析的思路 下面我们来看个题 什么企业呢 币产品的月产销量呢是2万件 销售价格呢 每件200元 这个成本的构成情况呢 告诉我们 这些材料直接扔工 这些读造费用 还有固定造费用 这是360万元 这里面都是每件多少钱 是吧 这块是2万件 注意单位的换算啊 别弄错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个要求 如果币产品呢 停产后 这个剩余的生产能力呢 无法转移 在完整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呢 对币产品是否停产进行决策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吧 那在完整成本法下呢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他利润 是不是 这个销量成单价 就是收入是吧 然后呢 这个每件的这个变动的市场成本 然后乘上这个销量 就是变动的市场成本总额吧 然后再减去固定的这个成本数 算出不就是你的利润吧 亏的吧 所以说按照完整成本法的话 亏损产品就应该停呗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简单一点的话 没必要算总额去 是不是 那我们把它的这个单位成本算出来也可以 我们说单位的变动市场成本 加上单位的这个固定的成本 算出结果不就是单位的成本数了吗 那我们说这单位成本这是330是吧 这个单价呢 每件是200 你就可以发现什么呢 单价是小于这个单位成本的吧 那当然就亏的了 亏的话就应该停产吧 两种写法都可以 都可以 也就是说 我们在高快考试里面呢 就是说 你在说这结论的时候 要有依据是吧 要有依据 你得凭着依据去说话呀 你不能说直接说个结论就OK了是吧 为啥是这结论呢 你得说明白的 在变动成本法下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销量成单价就是你的收入是吧 然后单位的变动成本成销量 就是变动成本总额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算出这个编辑贡献大一零吧 那编辑贡献大一零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产品你销售一件 会能给企业创造贡献的 创造贡献的话当然是不应该停产呗 当然我们说你 可以用另外一种思路来算也行 你把它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变动成本算出来 单位变动成本算出来 那就说你在变动成本法下 我们说你这个需要考虑的成本 那就是单位变动成本了 然后呢单价呢 这块有了每件200 也就是说你单价是大于这个单位的变动成本的 是吧 当然呢销售一件 我们说就有50元的单元编辑贡献 说明能够给企业创造贡献 既然能够为企业创造贡献 当然就不能停呗 不能停 接下来第二个要求 如果B产品的停产后 其剩余的生产能力呢 它可以直接用于生产B产品 它说可以形成的编辑贡献总额呢 为165万元 它说在变动成本法下 对B产品是否应该停产 进行决策分析 那B产品如果不停产 我去生产的话 那就说你的收入减去变动成本 算出编辑贡献了 是吧 如果说你停产之后 去生产这个B产品的话 你得到的编辑贡献呢 我们说的是165 那165要比那个 你生产这个B产品的编辑贡献 要高是吧 那当然我就应该把它停掉 然后去生产这个B产品吧 然后让它形成更高的编辑贡献 是吧 这不就OK了吗 像我们这样问题的话 在进行角色分析的时候 就意味什么 哪种情况对你最划算 这个账应该是会算的 是吧 不会说算不清吧 说我们这个学财务 你得会算账 是吧 那得会算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零部件 你这是自知的还是外购 要进行个角色分析的 这个就相对更容易一点了 是吧 说我们需要这个零部件的话 那你就比较一下 如果是买 那就是个购买成本 如果自己生产 那你看看 这个自知的成本有多少 然后两者比较的话怎么样 当然是选一个什么 选个成本最低的 那个外购单价 当然会直接告诉我们 是不是 这里面需要我们确定的 就是那个 我们如果自己生产的话 这个相关成本的包括哪些 这是最关键的 这最关键 那现在我们就再看一下 如果这个零部件是我们要自己生产的话 会有哪些成本呢 首先一个 这个如果说你这个零部件生产的时候 这个生产能力如果是没办法转移 这时候我们考虑成本怎么样 那就是这个变动的生产成本 如果说你这个生产能力 你可以挪作他用 挪作他用就意味着可以赚取收益 是不是 然后你赚取的收益 就相当于是你自知这零部件的一个机会成本 这时候把它得考虑进来 这就是你生产零部件 这就是你生产零部件需要考虑相关成本 这俩合在一起就是你这个自制零部件的相关成本 然后再和你的外购的成本去比较 当然呢就是说你自制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个变动生产成本总额和机会成本总额 然后除以这个自制的产量 算出单位的相关成本来 然后和这个外购单价去比较 选个最低的 当然呢你说算总数也行 用外购单价乘上你外购数量 外购总成本 然后呢你自己生产的时候呢 你变动的生产成本总额 再加上这个机会的成本和在一起 就是你自制情况之下 你对相关的总成本 然后比较总成本也行 选个最低的都可以 这个就完完全全的靠我们自己看看 喜欢用哪种就用哪种的 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好我们来看个题 企业呢生产C产品呢 他说需要某零部件呢是三万件 该零部件呢 他说可以外购也可以自制 如果外购零部件的外购的价格呢 每件220元 零部件如果生产的话呢 告诉我们了这个成本资料 这些材料直接扔工 变动造费还有固定造费 这么多东西 那固定造费就意味着 你不管你生产不生产 这东西就照样发生 是吧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要求 完整成本法的话就意味着 你这个单位的变动生产成本 然后呢 乘上你这个需要量 算出这个变动的生产成本总额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这个固定的制造费用呢 和它一起 就是你的自制情况之下的总成本来 然后外购的时候呢 用这个外购需要量乘上外购单价 算出总成本来是吧 那么两个总成本都有了 想个什么呢 想个最低对吧 这不就OK了吗 那么如果在变动成本法下呢 那我们需要考虑什么 需要考虑的就是单位的变动成本了 那就是直接扔工和变动制造费用嘛 那你外购单价呢 外购单价我们说是220是不是 同样两者比较一下 想到最低的 我们自己生产的时候怎么样 这个相关成本低 所以说我就选择自制吧 他选择自制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个要求 他如果生产该零部件的自制的生产能力 他说出租的收入是这个150万元 在变动成本法下呢 对C产品所需要的零部件是自制呢 还是外购呢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吧 在自制情况之下呢 我们首先 这是你变动的生产成本是不是啊 就是你生产一件就会有这么多的 这个单位的变动的生产这么要发生 那除了之外的话呢 我们说呢 这里面还要把丧失的那个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还要把这个丧失的那种租金收入 是吧 我要分摊到这个美价上去 因为你要去生产零部件的话呢 这个出租的收入不就获取不了了吗 这就是你自制情况之下的机会成本 是不是啊 丧失了租金收入嘛 机会成本概念 分到美价上 然后再加到你的变动的这个生产成本上去 算是结果了 多少呢 190 而这个外购单价多少呢 外购单价是220是吧 比较之来 我们说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算你的最低的就费了嘛 就这么点事啊 我们这么多年都一次没考过呢 所以说我们各位考生 今年要备加小心 我已经说了应该有三年了吧 都没实现呢 说不定今年就实现了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个题 他说假计算公司呢 下属的A事业部生产A产品 该产品呢 直接对外销售 并且成本全部可控 全部可控就意味着 这是你的责任 是吧 你的责任 计算公司呢 批准的本事业部呢 2016年上半年的生产计划 生产A产品呢 2万件 固定成本总额呢 1万万元 单位变动成本呢 1万元 这是计划的 上半年的计划数 然后1至6月份呢 实际的这个生产A产品呢 是2万2千件 他说在核定的这个产能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就不需要再增加这个额外的产能了 是吧 固定成本呢 他说为1万零560万元 既然在核定的产能范围之内 我们计划应该是1万万元 结果你这块就相当多了560万嘛 你看 如果没这计划的话 你还以为增加那个设备呢 有这句话就意味着 在核定的产能范围之内 你就不应该超过那个1万 现在他超了 那啥意思 没增加设备 是你这块没控制好 而且人家前面说了 全部都可封的 你没控制好 那是你责任 单位变动成本呢 1万元 这个和计划数是一样的 是吧 只不过呢 这个固定成本是超值的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呢 分别计算A事业部2016年上半年 A产品计划的单位成本 计划单位成本人家说什么了没有 说单位变动成本和单位固定成本了吗 没说 没说就意味着 你的单位成本里面 应该既包括单位变动成本 还要包括单位固定成本 然后再上算一下 实际的单位成本 这应该不难吧 计划数单位变动成本有了 固定成本这块是1万 产量这块是计划是2万 分到每件上 单位固定成本不就出来了吗 单位固定成本加上 单位变动成本计划数出来了 那实际数也就会算了吧 实际的这个生产量是2万2 实际的固定成本是1万零五百 两个一箱储 单位的一个固定成本有了 再加上这块 单位变动成本1万 这就OK了吗 他说结合成本的性态 从成本的控制角度来分析一下 2016年上半年 A产品的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讲成本性态 那就意味着 一个是变动成本 一个固定成本的划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了 上半年这个计划的这个单位成本 好算吧 单位变动成本加上单位的固定成本吗 那么这上半年的实际的 单位的成本也很好算吧 也是单位变动成本加上单位固定成本吗 那你会注意一下什么 这块的单位变动成本没变化 那就意味着我们这差别在哪呢 差别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你固定成本发生了超值 对不对 计划是多少 计划是1万 现在变成10,560了 是这个造成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他说实际的这个单位成本 比这个计划怎么样 比计划的低 那就说从这个单位成本的控制目标来讲 怎么样 完成了这个控制目标 这是从单位成本上没问题 但是怎么样 我们就会发现一下 这个固定成本的总额这块 说明没有控制好 计划应该是1万 结果你这块怎么样 是10,560 那就意味着什么 你固定成本的总额这块 相当于超值了560万 注意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层次 你得说清楚了 我们有些同学 一看 这个单位成本 实际数比计划数低 很好 那就完了 是吧 那当然你后边这块 要扣点分 这扣分 再扣点 扣点我不就过不了了吗 放心 你那个扣不是因为这个造成的 这个最多就是扣下个0.5分去是不是 对就行 是 这种证据 对 真的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